自从关小彤和陆寒公布恋情以来就经常各种上热搜 关小彤的人涉野从早前的演技很好的国民闺女 逐渐像少女风的青春偶像女主转变 但不知道是关小彤团队不给力还是和陆寒的恋情太昭黑 每次关小彤出镜总避免不了要被骂 早前关小彤出席微博之夜时就打扮得特别另类 别人都是盛装长款脱币大礼服 关小彤却偏偏不走寻常路穿了一件 看起来十分普通又显眼的银色连衣裙 虽然这条裙子衬托的关小彤腿很长 但却被网友吐槽又吐又老像大妈 对于被网友吐槽不像少女像大妈这件事 其实关小彤本人也是知道的 后来在采访中关小彤本人十分霸气地回应道 什么穿得像大妈 我自己觉得我是少女 我素颜的时候可好看了 对近日 关小彤在微博晒出了一组素颜照 似乎就是为了证明早前说的 我素颜的时候可好看了 照片中的关小彤刚刚洗完澡头发 还在滴睡便随意挽起 身披一件黑色毛衣真空 上阵被网友发现连内衣都省了 关小彤手举香槟笑得很甜 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但照片曝光后网友似乎并不满意 更是有个别黑粉凝朝暗讽的 有网友直言 你不要骗我 难道涂口红不算化妆吗 也有网友表示 虽然素颜了但却用了美颜相机 对于关小彤的素颜照到底好不好看 像不像少女 有个别网友的评论可谓是句句切中要害 有网友评论道 关小彤真的很不像一个女人 也不像少女 就像一个扯高了的小孩 这一评论更是被赞为最赞回应 不过确实说的也没错啊 人家关小彤才20岁啊 也只是刚刚成年没多久 和陆寒说不定还是初恋呢 再想想自己的20岁差远了吧 最后小编作为一个路人只想说 一切已定 缘分这种东西是强求不来的 还是希望各家的粉丝只关注自己家就好了 至于那些黑粉就不要老是跑出来给自己家系了好吗